哇 這感覺很不錯耶 在抒情歌結束之後 大家尖叫這樣 比較困難一點 好 我有帶來一首比較輕快的歌 然後這首歌呢是有一些目的性的 對 置入一下 我想要在228的紀念活動裡面 去講另外一個我自己感受到的事情 就是我小的時候 高中搭公車 或者是國中的時候搭車子的時候 我常常會聽到 司機有的時候會問我 譬如說公車司機 然後就問說 因為聽到我在聊天 一段話先拿 他就問我 因為我講話都 那個時候講話就是 家裡都字正腔圓的 然後咬字非常的清晰 字就是字 字就是字 然後 然後 我其實講話還算 蠻標準的 中文的部分 就所謂的 普通話或者北京話 或是華文這一類的東西 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講法 對 那我那時候就會意識到說 我是不是講話講得太標準 所以他會覺得我是外生小孩 但我就跟他說 我台語也很冷 因為我很想要表達說 我是台灣小孩 那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感受 在228到了今天 我覺得任何一個族群之間 都會有語言上 或者是文化上的差異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任何一個民族 不管是中國民族 或者是台灣民族 香港民族 就是各式各樣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原住民 或者是印第安人 其實每一個人 他就是有自己的個性 自己不同的文化 我們只是因為 都聚在一起 所以產生了我們自己的文化而已 我想講的就是 不要 當我們擁有某一些資源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忘記 我們曾經感受到的那些被 壓迫的東西 不要再加注在別人身上 那我想說的 我的特色就是 把場面高了 OK 那接下來這首歌 就是 比較少數的一首台語歌 也是我寫的第一首台語歌 因為我爸爸 我就想說 寫一首台語歌 讓他開心一下 把他的詩改作台語歌 叫做 全心全語的愛慮 謝謝 張超雅 謝謝 我的物語歌 張超雅 最多的一首台語歌 叫我 有些人很詳細 我沒有人也還 我沒有人也很滴 一首台語歌 你只是 哪遇到世界中 想想 這個歌詞 在你懷著我寒的問 有難忘的禁 你沒用 傳播的開眼 就像對你的情節 我寫著 又一世 七世沒學了 我感謝家醫院 疼愛家優惠 君全身全意的愛人 真笑愛自己的母親 有時你的土豆丟臥香 因為你的風味 聽你啊我娘君全身全意的愛人 真笑愛自己的母親 有時你的母親丟臥香 因為你用艱苦的臉 讓我們掌聲加尖叫歡迎 師弟壽 吳智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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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全意的愛人 真笑愛自己的母親 有時你的土豆丟臥香 因為你的懷孔 聽你啊我娘君全身全意的愛人 真笑愛自己的母親 無時你的母親 有時你的母親丟臥香 因為你用艱苦的臉 一大堆 你要把那個排行為人類 那你只是有段長的世界中 想想這類多數 在你懷孔中的海風裡 也綁不得更 人北洋全部的開來 創出對你的親切 看什麼中 我真是 真是沒學到 我當下該忘 聽到該忘